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新宇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我们来梳理近期文化热点 近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聚焦新时代宣传文化工作举措与成效 十年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的 《我们走在大陆上 赶叫日月换星天》等大型电视专题片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而《长津湖》《山海情》等精品丽作不断涌现 使中国成为图书 电视剧 动漫等领域生产大国 电影市场规模屡创新记录 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以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坚定当代人的文化自信 评剧母亲 舞蹈师剧《直此轻律》 电视文艺作品《国家宝藏》 《典籍里的中国》等 展现了厚重的中华文化底蕴 十年来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不断提升 图书馆文化馆数量到2021年达到9.5万个 旅游业规模扩大 质量提升 2019年 总收入达到6.63万亿元 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在长春举办 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新作标为主题 获受大众关注的金鹿奖入围影片已于21号揭晓 《长津湖之水门桥》 《你是我的春天》 《狙击手》 《铁道英雄》等15部影片成功入围 由著名电影制片人明镇江领衔的金鹿奖评委会 将对入围影片进行严格评审 并于8月28号揭晓金鹿奖各大奖项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日前在京举办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主题为《童心笃行》 入围天坛奖的16部影片 是从1450部报名的全球佳作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体现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电影节设置了北京展映 电影嘉年华 大学生电影节等九大主题板块 11个各剧特色的展映单元 为观众亲情奉赏130余部中外佳作 带动京城观影热潮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 一个不愿观看泰坦尼克号的盲人 颁奖天理上来自芬兰的影片 一个不愿观看泰坦尼克号的盲人 成为本届天坛奖最大赢家 一举获得了最佳影片 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编剧三个大奖 最佳女主角奖由中国电影 妈妈的演员吴燕舒宅德 法国导演法比安·吉尔吉特 凭借电影《真正的家人》 将最佳导演奖收入囊中 桑波斯·肖克和希格尼·韦福 分别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 此外 北永杰组委会还特别为李雪健 颁发了北永杰纪念奖杯 今年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 全球报名影片数量达1450部 较去年增长63% 其中 国外影片来自88个国家和地区 共计1193部 涵盖了历史 喜剧 动作亲情等多个类型题材 国际知名纪录片和故事片导演柯文斯 首次担任本届天坛奖评委会评委 对中国题材情有独钟的英国导演柯文斯 近年来把镜头对准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 先后设置反映中美人间交往的纪录片 《善良的天使》和讲述 普通中国人生活与梦想的纪录片 柴米油盐之上 这一辈子没有白火 我们为奖项所评审的16部影片 这些入围的电影都非常的好 它们来自南美 北美 整个欧洲 中东 印度等世界各地 我认为今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北京国际电影节是一个真正的国际电影节 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影节之一 入围本届天坛奖的16部影片各取特色 在影像表达中呈现出独特的创新性和先锋性 担任评委的导演郭帆说 自己最看重是电影叙事中传达的情感内核 艺术只有通过共情才能引发共鸣 这是一部电影最重要的价值体现 因为电影这个文艺载体 其实最核心的是要去表达人 表达情感 所以情感 人 以及和观众的共情的建立 我觉得是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小孩 演员最重要的它的爆发力是来自于内心的 那么你能够触动人心的一定是你以心换心 也是我个人认为在表演艺术里面 其实最难的一部分 今年北影节的北京展映活动 精选了百余部中外优秀电影作品进行展映 除天坛奖入围影片和《注目未来》参选影片外 还有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而特别策划的特展 光影浪潮 香港电影新动力单元 希腊电影大师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代表作品 《回顾展》等多场展映活动 这些影迷一直都在 中国电影一直都在 从这里也能看出我们的整个的电影产业 电影行业现在展现出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北影节主题论坛系列活动 以电影强国建设为主题 多位业界知名学者专家 与从业者深入探讨交流 中国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举措 我们要进一步地来优化配置我们的电影资源 能够进一步解放我们的生产力 不断地推出好作品 不断地用好作品来带动市场 带动观众 不断地实现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 最终在2035年建成电影强国 业生产业的发展对于影视本身 它还有一个互相促进作用 从产业的方向推动了IP的创新 和价值的维护 为在票房以外影视产业的破例渠道 开辟了新的途径 由电影节辐射带动的相关嘉年华活动 包括文艺晚会 草坪音乐节 电竞对抗 木某剧表演 新子营地等48项沉浸式影鱼休闲体验活动 让近万名市民参与其中 尽享艺术盛会 今年在创新上有很多新的举措 比如说我们有增加了云上背影节 也挑了大量的影片 还有我们有首次也是在青黄岛上 未来海岸设置了我们的沙滩放映 很享受听着海浪 看一些精彩的有关大海的题材的影片 所以我们也在不断地去按照我们影迷的朋友们的期望 不断提升我们的展现水平 在更多的环境下 更多的场景下 给我们影迷朋友们提供一道又一道的精彩的我们的观影大餐 文化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让人们真正注意到一个国家的文化 这真的会对他们看待你的国家的方式产生很大影响 我们看到的这些电影证明了中国人可以拍出非常精彩的影片 中国导演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导演 包括中国演员 中国电影摄影师一样好 中国人才积极 我希望未来可以看到更多来自中国的电影 我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 走过12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以开放的姿态圣邀全球电影人共创世界电影的美好明天 他搭建了艺术交流平台和文化通信桥梁 为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的发展注入新动力带来新活力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继续相约文化时分 确定 确定 带来 印刷